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鉴于半导体已成地缘焦点,曾因美国政府阻挠ARM与辉达合并的日本企业软银 该公司执行长孙正义正强化与川普关系并频繁会晤白宫官员 随着人工智慧和半导体成为地缘热点,这些努力如今至关重要 软银收购AMPIR的计划正面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 孙正义正通过宏大合作架构争夺AI主导权 包括与OpenAI、甲骨文及阿布扎、BMGX基金 共建5000亿美元星际之门资料中心 推动台积电等参与亚利桑那州1兆美元AI制造中心 康宏资产管理日本股票策略,联席主管理查德凯一指出 ARM智慧财产,覆盖多数行动晶片并进军四伏器领域 使软银无需自建工厂,即可占据独特生态位 投资者对孙正义的激进计划报以涨声,推动软银股价,7月创历史新高 分析师预计即将扭亏为盈 65亿美元收购,Ampere安培运算及300亿美元投资OpenAI的计划 更强化了其AI概念股属性 但接近孙正义的人士透露,这位亿万富翁仍不满足 认为美国专案有望助软银超越当前AI领军企业,成为兆级美元级巨头 目前软银股价较净资产,仍折价约40% 其中包含了市值1480亿美元的ARM九成股权 其1180亿美元市值与辉达4.4兆美元相趋甚远 市场关注软银记报中将披露哪些资产出售计划以支撑硬体投资 6月起已通过减持T-Mobile股份融资48亿美元 财务总监后腾方光强调,公司3月底净资产达257兆日元 折合1750亿美元,资金储备充足 上一财年愿景基金退出包括Dordash、U等企业 与增持晶片股形成鲜明对比 孙正义在此前股东大会上宣称 他们正通过初创企业矩阵布局AI 目标只有一个成为人工超级智慧领域的头号平台商 近年来半导体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 成为人工智慧模型与应用快速发展的关键支柱 地缘紧张局势加剧 是全球晶片供应链中的领先企业 如台积电及其他行业龙头的技术竞争优势备受关注 然而8月上旬 晶圆代工龙头大厂台积电突发大事件 其二奈米晶片核心机密遭泄漏 流向某重要半导体巨头企业 据日记亚洲报道 台积电已开除多名 违反尖端晶片技术敏感资讯获取规定的员工 并就此启动法律程序 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多名台积电前员工 涉嫌在任职期间试图获取与二奈米晶片开发和生产相关的关键专有资讯 二奈米晶片的生产是当前半导体行业最前沿的制造工艺之一 作为全球领先的晶片制造商 台积电掌握着海量智慧财产 该公司此前曾表示 其内部系统中记录了超过20万项商业机密 该公益将于今年下半年进入量产阶段 并最终将为从智慧型手机到人工智慧加速器等众多电子装置提供动力 此次事件由台积电内部调查发现 经清查有九人涉案 其中三人为二奈米失产人员 利用手机拍摄大量资料 留向东京电子TEL员工 证据确凿直接开除 06人为研发中心人员 因提供二奈米相关资料调至原单位 而东京电子是目前世界第四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同时也是日本半导体制造商Rapidas股东 Rapidas日前已启动二奈米制程晶片市产 然而最近东京电子业绩出现滑铁炉 大幅下调了本财年截至2026年3月的营业利润计划 并预计削减年度股息 随后8月初东京电子暴跌18% 创下约一年来最大盘中跌幅 7月底东京电子发布公告 公司将本财年的营业利润预期下调至5700亿日元 较上亿财年下降18% 此前的计划为7270亿日元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7190亿日元 财年一时 该公司曾预计 2026年1至3月季度的投资将有所增加 但由于一些前沿逻辑领域投资的复苏 以及成熟领域的投资趋势 投资额未达预期 该公司还将年度股息预期 从618日元下调至485日元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卷入泄密门的东京电子来头不小 资料显示 东京电子目前是世界第四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排在ASML应用材料和泛林之后 从细分类别来看 东京电子在徒步显影 气体化学石刻 扩散炉 批量沉积四类设备上是全球式战榜首 在清洗等离子石刻 金属薄膜沉积 碳针台四类设备上也是实战略第二 东京电子在与ASML的High内EUV曝光机 配套的高导向性电浆等离子 石刻设备上处于完全垄断地位 而其探针台也是CoOS和共封装光学 CPO等先进封装的关键设备 东京电子工程子公司拥有全球最大的 等离子石刻设备制造基地 也生产用于三星电子3奈米 台积电2奈米工艺的徒步显影设备 正着手开发1奈米级以下级别的徒步显影设备 台积电在回复日经亚洲询问时称 近期在例行监控中发现了未经授权的活动 进而察觉商业机密可能遭泄漏 台积电还表示 已对涉事人员采取严格的纪律处分 并已启动法律程序 台积电拒绝透露涉案技术的具体细节 台积电向日经亚洲表示 公司对任何危害商业机密保护 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 此类违规行为将受到严格处理 并依法追究到底 目前尚不清楚 涉事人员打算把试图获取或已获取的资料 用于何种目的 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重点查明机密可能泄漏的去向 泄漏的范围 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共谋方 台积电表示 该案目前已进入司法审查阶段 公司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但该公司补充称 凭借全面且严密的监控机制 其在早期便发现了问题 并迅速展开内部调查 台湾高等检察署表示 暂无详细讯息可披露 在人工智慧时代 争夺主导地位的竞争 使得先进的晶片和记忆体 成为了宝贵的资源 晶片制造领域的投资 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台积电和其主要竞争对手 三星电子公司 每年的资本支出超过300亿美元 而其他科技巨头公司 也在竞相开发最先进的技术 一般而言 制程节点的奈米数越小 研发成本和技术难度就越高 台积电预计将在今年底前 量产2奈米技术 是全球最先进的晶片制造工艺 目前只有台积电 三星 英特尔和Rapidus 仍在积极开发这类尖端技术 其他晶片制造商 则已陆续退出这场竞赛 台积电表示 仍将致力于 维护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以及员工的共同利益 他们将继续强化内部管理 与监控机制 并在必要时 与相关监管机构密切合作 以保护台积电的竞争优势 和营运稳定性 台积电董事长兼执行长 魏哲嘉此前表示 要复制台积电的技术非常困难 因为晶片开发 涉及复杂的技术诀窍 以及在生产营运 与技术研发方面 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 话虽如此 但这次台积电2奈米技术泄密 仍然对其敲响了一次大警钟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